今次我們都會操練關於輔導的 同時我們都會講到一些輔導的語言 但這是輔導的內容 其實輔導在日常生活都很有幫助 不只是輔導人 你就是跟人聊天都很有用 我們再一次go through 再講一次這幾樣東西 我們的過程是做些什麼 因為這也是幫助我們跟人關係 幫助我們怎樣跟人溝通 怎樣去回應人的需要 我們一起讀一讀 第一 變立關係 第二 聆聽 第三 引動對方表達 第四 回應和支持感受和需要 第五 個人分享 第六 帶領分析情況 第七 探討處理方法和步驟 第八 回家要做什麼 這是一個簡單的輔導過程 因為我們事實上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都會有人需要輔導 或者祈禱 那裡有瓶水 在袋子的一邊 我們會有機會用得著 但你不要想到只是輔導的時候 因為其實在日常生活 你想一想 你日常生活需要不需要建立關係 需要 是需要的 聆聽 有時 聽人說話是否很重要 在心頭上 然後就不在這裏 還有 還有 引導他 引導他表達 即是說有時他會說 有些不開心 那你可以怎樣說 引導他表達 發生什麼事 你可以問發生什麼事 你好像有些不開心 最好能夠說出他的感覺 你有些不開心 有時他就會說出來 他會說出了一個不開心 就說這些其實在日常生活都用得著 就算你兒女 丈夫 太太 和你周圍的人 第一 就是建立關係 時時都建立關係 這是輔導的過程 這是簡單的輔導 聆聽他 聆聽他 留心他背後有沒有不開心 有沒有煩惱 有什麼困難 就引導他表達 我去想一下什麼方法 例如 譬如你見到一個人的表情好像不開心 那怎樣去引導他呢? 你見到他有些不開心 你可以說什麼話 大家可以回應 有什麼不開心? 說出來舒服一點 可以這樣說 有什麼不開心? 說出來舒服一點 還有什麼可以說? 為你祈禱 為你祈禱呢? 大家留意為你祈禱就是下一步 他不開心就先回應他的感受 不是第一步就是為他祈禱先的 我們知道祈禱在後面 為什麼? 因為當人不開心的時候 我們只是說祈禱 有時候有些人會覺得我們好像 都沒有聽到他的需要 沒有知道他的困難 沒有感受他的困難 所以這個引導他表達 我們可以有什麼方法呢? 譬如說 最容易的就是說 是否有些人不開心? 你是否在想一些事情? 有沒有一些事情影響你? 都是你去了解的 而根據他跟著說的話 我們就去下一步 由他所說的話 我們就知道下一步 怎麼可以幫助他 這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肯用心去聽 肯用心去引導他 然後去回應他 那怎樣回應呢? 回應和支持感受和需要 譬如有個人說 我現在很不開心 那我們可以怎樣回應?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我們要知道 我們說每句說話 是什麼作用 這句說話 都可以是一句 可以涉及的說話 他說他很不開心 你可以問發生什麼事 但是如果他的開心很明顯 如果他的開心很明顯 我們第一回應 因為他要發生什麼事 是去回應他的情況 是什麼情況 因為有他的感覺 我應該先回應什麼 如果他的情緒很強烈的時候 情緒很強烈的時候 應該先回應哪一天 就是回應他的情緒 怎樣回應他的情緒 因為他很不開心 你很不開心 你問他發生什麼事 當然也是一個回應 不過他馬上就會想 然後他就會離開他的境界 因為他的煩惱 但是我們可以說 我看到他很傷心 有些人不開心 有些人當然在困擾你 讓他知道我正在關心他 這就是重點 我正在關心他 下一步才了解 譬如另一個例子 有個人說 剛剛被老公罵了 我們可以怎樣做 怎樣回應 你傷不傷心 你傷不傷心 好 我想問你 你是不是很傷心 是不是很傷心 你還是不舒服人 好 我們要想一個問題 就是 有些說話是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那些有時候就不要問 因為他已經很傷心 他說我剛剛被老公罵 那你是不是很傷心 就很明顯 應該說 你看到我傷心 我已經告訴你 我老公罵了我 我什麼是傷心 所以那句就不用問 但可以用什麼方法說呢 其實就是可以認同和感受 我知道你罵完 當然好不開心 我想問大家 如果你跟著他 立刻問他 譬如說 老公罵我嗎 然後你就問他 發生什麼事 嘗試他罵了什麼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是 把主題去哪裏 大聲一點 問呼下聲的問題 去了一個問題 還有去思想領域 我們要去回應他的感受領域 為什麼 我也是 剛才對我罵完 我可以這樣也不明白 剛才我都在罵我 OK 這句話可以回應的 但我們要想一想 和看適當時候 你想一想 譬如說 你被人罵完 很傷心 或者很激氣 然後我就說 我又被人罵完 我又很激氣 一起激氣 一起激氣 我想說 有些時候 不是很適合 有些時候 他傷心 你就轉去你自己 但如果你立刻問他 立刻跟他回應 他覺得你不是離開話題 因為離開話題就是什麼 他很傷心 我都很傷心 剛剛沒有了男朋友 我都不知道多不開心 那就轉了話題 去了他的男朋友 走了 那個人就很不開心 所以 我們要立刻回應他的感受 但之後我都可以回應完 我都說 我都對被人罵完 所以我都很不開心 我都會感受到你那種不開心的 最好即時回應他的感受 你現在怎樣 你現在怎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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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句我都要想一想 你OK 你OK 當然是不OK 但沒事 我想問 你OK是一個感覺的問題 還是一個什麼問題 可以是感覺 可以是感覺 是一個狀況 如果你想直接回應感受 大家想想 直接回應感受 而他覺得被支持 你是不是很不開心 是很不開心 他已經很不開心 他已經很不開心 他已經是很不開心 就不用問了 其實我想大家這樣想 怎麼想呢 你當你是他 你當你是他 你剛剛被罵完 你剛剛被罵完 你最想人家說什麼 令你覺得舒服一點 你剛剛被罵完 你剛剛被罵完 假設有些原因 損失了十萬元 有些人說 你很傷心 不要傷心 你聽完那句話 你剛剛 或者不見了一百萬 十萬元 有些人說很少 有些人很大 不見了一百萬 不要灰心 不要緊 你的感覺會怎樣 不明白 不見了錢 那個人不是你 這個很直接 這個很直接 就是說 他不見了錢 但我們就說 他不要傷心 他剛剛被罵完 痛的是他 然後我們就說 不要傷心 這個是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吩咐 指示他做什麼 所以我們 其實主要 我現在想大家 分辨到我們說的 屬於什麼類型 屬於什麼類型 即那個說話是指示 提醒 感受的感受 或者了解多些 譬如說 你有多傷心 都是了解多些的 你有多傷心 是了解的 是吧 你有多傷心 是不是支持呢 有些少 你起碼關心 你不會當沒事 但是 是想了解 是吧 但是支持 譬如當你現在 你剛剛上座 你自己剛剛被罵完 很不開心 有些什麼 就是說 人家說的時候 令你覺得 他感受到我的傷心 是不是你 好 那一陣子 你很想人家感受到 你知道你的痛苦 是 這麼傷心 為什麼會這樣 會火嗎 我明白你的感受 我被罵完 心裡一定是很不舒服 是的 這句是好的 我明白你的感受 適合被罵完 當然是很不舒服 譬如說出被罵 接著就回應 那句是什麼 這句是好的 就是感受 總之假設你是他 的時候 你最想人家說的是什麼 令你覺得 別人感受到你的感受 別人知道你發生什麼事 感受你的內心 對那句是什麼 這麼慘 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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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你 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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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些原因 就是說當一個人傷心 例如說 假設 有人說 我剛好老公走了 為何她走 很不開心 你還做什麼 究竟你為什麼 那個人可能 那個人可能會說 為什麼 但是當你問誰 為什麼的時候 他要解釋一輪給你聽 而且他當時很傷心 大家明不明白那個分別 在人們很傷心的時候 在第一個反應不要問他為什麼 只是說我知道你很傷心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或者你了解 你想了解有時不一定問 你有多傷心不一定問 你可以怎樣 我很明白你現在的感受 這算是有時可以有時不可以 因為有些人 譬如假設她的丈夫 對她來說多重要 她就說你不明白我丈夫對我多重要 所以我們明白這句 但你可以用她知道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但你說我明白有時人 你不會明白我 有時人會這樣說 即是我們當人有不痛苦的時候 我們可以感受她的感受 就將她說出來 就不是去問多些 有多傷心啊 你有多傷心啊 這是什麼啊? 廢話 不是廢話 不是廢話 你有多傷心呢 是一個 我想問問大家 這些問題是什麼呢? 是思想的 是感覺的 是哪一類呢? 是去了解的 是去回應 我們要分清這幾件事 了解 回應 什麼叫了解呢? 發生什麼事啊? 他說什麼啊? 你做了什麼啊? 你做了什麼啊? 就是了解 回應感受 就是說我感受到你傷心 我知道你痛苦 我知道你很不開心 這個就是回應感受 思想就是去 為什麼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明明上個月都很好 為什麼今天會發生這樣的事 這個是思想領域 當一個人很傷心的時候 你自己想像 譬如假設 有一個親人離世 你很傷心 有一個人問你 他怎麼死的? 他怎麼死的? 是啊 你不覺得 我去到他很極端嗎? 去了那個人 你為什麼要知道呢? 最重要是 我這一陣子不開心 你說 我知道你失去了他 你很不開心的 這樣就是 感受到他的感受 這個需要大家做exercise 大家看到幾種的回應嗎? 大家記住 大家記住 一起說 回應感受 一起說 回應感受 回應感受 還有 有些就是 了解情況 了解情況 感受 有些還去得再多 你可以怎樣做 你要怎樣做 應該這樣做 應該這樣說 你要怎樣做 這個呢 是否去到很 譬如那個人很傷心 別哭了 哭了 傷身體 很多人都會說 不過那個人 聽慣了這些話 未必很反感 不過呢 就會覺得他不知道他的感受 因為他一直哭 他一直哭 但那些人就一直勸 那個人都叫他不要哭 這個勸導 在起初 就不應該做的 他哭了一個小時 你可以勸導他 他哭了一段時間 你可以勸導一下他 我知道你很傷心 你要先說這個型徒 我知道他很傷心 我知道你很掛念他 不如我們嘗試用一個安靜的方法 想一下他 就不一定哭得那麼厲害 哭得那麼厲害 哭得那麼厲害 都會傷身體的 這樣的時候 你就不是怪責他 而是引導他另一個方法 去表達他的傷心 OK 那麼大家 首先分別就是思想領域 和感覺領域 我給大家一些說話 你告訴我 這個思想領域 要是感覺領域 是了解 還是去回應 我說一些說話 讓大家去回應一下 譬如說 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什麼時候發生的 思想領域 是的 什麼時候發生的 了解 又是了解 又是思想領域 什麼時候發生的 都是了解 那麼 你當然是很不開心 回應感受 對 回應感受 不用哭了 忍導 不是 教導 教導 是的 哭也沒有用的 指示 指示 OK 又是教導 又是指示 哭會傷身體 都是教導 即是我們大家 如果分辨到的時候 你第二天說話 我們就留意到 怎樣去回應人的情況 和感受 OK 好了 接下來就是第四 就是回應 和支持感受 和需要 就是我講的 就是回應 回應了他的情況 他的感受 回應了他的感受 然後支持感受和需要 就是說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你不開心 就是支持 我關心你的 我關心你的 有時候 也要想一下 就是怎樣說 其實 你很多說話都可以說 只要你感受到他感受 你講的時候就會OK 你感受不到 你講的時候 你就可能不知道 你講什麼說話 這個是要操練的 一會兒我們就分 兩個人 三個人一起 就一個說他的情況 然後其他人就回應 回應感受 不需要永遠的 你看情況 那個人傷心得不得了 你讓他講一段時間 但如果那個人 他不是那麼傷心的 那你都可以回應 譬如說 我去年被人罵了一次 真是很不開心 去年到今天 即是不會說很緊要的 那我們都可以回應他 或者以前我曾經 很久的時候 我開始做工的時候 被人傷害得很緊要 那他已經是淡忘的 但是我們都可以說 我知道你那時候很辛苦 那我們不用回應 五分鐘那麼久 這些就可以簡短一點 然後就去下一步 下一步可以是個人分享 即是分享我們個人 我們類似的情況 或者我們聽過某些人類似的情況 而得到幫助 就不要分享有些人類似的情況 不過就越來越差 又去了精神病 那就不要說這些了 就是類似而得到幫助 第六就是帶領他分析的情況 就是到底他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這個分析問題 我們就要很小心 譬如他 很多時候人們都會說 我老公不好 罵我 他什麼不好 這樣 那這個 就是我們當時聽 很容易就會 就是他想 他被老公罵 那他錯當然是老公 當我們分析這個情況的時候 但因為他只是說一遍 故事在哪裡去聽 那我們怎樣能夠了解全部呢 那有時候我們都會這樣的 第一步 譬如他說 我老公罵我啊 經常都很粗暴啊 那這一步我一定回應 怎樣回應 再回一會 怎樣回應 大家舉些例子 一下你們怎樣回應 很多時候丈夫說的說話 很粗暴的 那我們可以怎樣回應呢 我們可以說 你現在好不開心啊 被你很大壓力啊 在家裡有時候會覺得很辛苦啊 就是感受他的感受 令到你傷心啊 令到你覺得好像婚姻很困難啊 就是這個回應的感受 好了 那我們都可以了解 就是後來就了解了 就是下一步了解他的情況 到底丈夫怎樣 那當我們了解了情況之後 那我們都可以問一些這樣的問題 他常常幫我們分析那個情況 那譬如他說 我丈夫對我不好 那我們都可以的時候都了解 但是我們就告訴他 我們不是要八卦 我不是要知道所有的事情 我只是想知道發生什麼事 譬如說 但有時候的情況是這樣啊 譬如說 他呢 就 有些事情 他可能他自己呢 就很堅持 或者很強硬 那當他很強硬的時候 他丈夫就會用更加強硬的方法 我們當聆聽的時候 就會了解到這些情況 那時候 我們就可以原來知道 問題不是只在丈夫身上 其實大部份的情況 都是兩個人都有份的 那我們就問他了 即是怎樣去了解呢 我就說 發生什麼事啊 到底怎樣 那天呢 哎呀我教兒子 他又罵我 又說我教兒子教得不好 很明顯 兩個人都有他錯的地方 因為他教兒子的時候 即是他 他講自己的話 講得輕一點 我教兒子的時候 他又說我教得粗暴 那他不說他自己做了什麼 那 我們知道的時候 可以問他 那你教兒子的時候 你要什麼說話啊 那他講出來的時候 那怎樣引導他呢 那你覺得這樣說的話 對兒子有什麼影響啊 你的丈夫聽到有什麼影響啊 就是來這樣引導他了 引導他之後呢 那當他回應了 即是說 啊 我都是很猛的 我教兒子很猛的 很不開心的 那 那時候 我們分析了他的情況 我們就探討處理方法了 即是 我們知道一個問題 他可能有很多問題 但我們不用解決所有問題 我們 我們 看看哪一件 我們想幫助他的 我們就先說一下 那可以怎樣 怎樣說呢 你 你教兒子的時候 即是說 教兒子的時候 你什麼方法啊 我有時候都很猛的 那我就問他 為什麼你會猛的 有什麼原因 那這個很明顯的 就是 很多都是 兒子不聽話 不肯做什麼 那他心就很猛了 那 他就說 引導他怎樣 那你覺得 你這樣猛的兒子 歪不歪呢 有沒有聽話呢 那他就說 都是不聽話的 猛的 越打越鞭皮 越罵越鞭皮 啊 叫也都不肯 那時候 那這個方法不行 那你可以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大家留意 我就在那裡引導他 引導他 了解他什麼 為什麼情況會有 家裡吵鬧 發生什麼事 而當這個過程的時候 你有做什麼 而你做的有沒有影響 但我過程 我沒有定他罪 我說 那你做媽媽 就不對了 你這樣做 兒子就有壓力了 我不用跟他說 我引導他 就是說 你覺得你這樣跟兒子說的時候 兒子會覺得怎樣 可能我的語氣也太重 那我在這個時候 可以怎樣看出他 都可以看出他 我覺得我可能語氣太重了 可以怎樣看出他 是的 有時候兒子不聽話 很完美的 這就是看出他 我不是說他對 我知道兒子不聽話 是辛苦的 是難的 總之 這個回應的感覺 不只是在開始的 中間他講到什麼 是有時候我自己很容易發脾氣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 當家人不好的時候 很容易發脾氣 我認同 我不是說他對 但我會說 是的 有時候家人很難處理的時候 是很容易發脾氣的 這個是 我想問大家 是不是這樣做 就是說我贊成他 繼續發脾氣 不是 我只是說 我知道這樣的情況很辛苦 令到你想發脾氣 大家 想不想到這一種 講話的方式 就算你做工也可以 這些講話的方式也可以 有時候有些人說 唉呀 我們不用加強另一個人的錯處 我們不需要 比如有一個人 唉呀 剛剛被人罵完 我們不用說 他罵你什麼 那些人真壞 這個我們不需要說 我們有時候說 那你當然不開心了 這就是回應他當時的感受 他說 唉呀很難呀 做些事很難呀 我們可以說什麼呢 比如說 不是那麼難 你學就可以了 這句話是什麼 教人怎樣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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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說些什麼 很難呀 學的都學不到 有些人說 遲早學到的 那這是什麼呢 一日進入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免勵 這個是 免勵 是免勵 但是在那時候 我們要留意 回應感受和免勵 是兩個不同的 是吧 當他 他說 唉呀這些事很難做 做什麼都做不到的時候 他的情緒是什麼 他的情緒就是 frustrated 就是好像 很猛 很擔心 很急 很忙 不知道怎麼辦 是吧 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回應 是的 那麼多事情做 有時候人會很亂 很不開心 然後我們 遲些我們才可以引導 可以說 那麼多事情做 那你可以怎樣做 最好問問題 你可以怎樣處理 那你想不想 那個人 平安一些 輕省一些 這一句一出 人家就知道 你是輔導 不過他雖然沒有這個字眼 他知道你是引導 他輔導 那這個 有時候 同事未免適合用 因為有時候同事 例如說 我 很懶惰 那你怎麼可以不懶惰 你想想 你對你的老闆說 那你可以怎樣不懶惰 那老闆說 那你現在想教我 對吧 所以這個是 那個人想得幫助 我們才會用的 即他未想得幫助的時候 我們就未必用這個方法 但是我們可以怎樣 我們就可以 當他說很懶惰的時候 我們就說 這樣有沒有令你不開心 有沒有亂睡覺 有問題 這樣 大家聽到這些回應 其實這些日常生活都用得著 你會覺得 原來講話有這麼多藝術 就是這樣要留意 就是這樣要留意 是 是不是覺得 這些真的需要用心 也都去操練 去想 而當你說得對的說話的時候 就有句說話 一句話說得合言 就好像 金蘋果落在銀網子裡 就是很美很美的配搭 我可以怎樣幫到她 她就說她和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是身體上不舒服 然後她就一直都很遷就她的丈夫 然後她就覺得現在她太愛她的老公 而忽略了自己的感受 有時候她叫她的丈夫出去走 她就說 她老公就說 她痛不想出去 那我怎樣做到可以 可以回應到她的感受 而又可以令到她身體舒服一點 OK 好 即是她丈夫就不想出去走 那她想出去走 這個我先問了你 我先回應 是 她想出去走 其實她是 自己想出街 是不是 即是想丈夫陪她一起出街 我先看回 她說經常都罵我 不理我 約了她 就脫下 不和我出街 這樣說 OK 這是另外的問題 其實這個人也有很多傷心 脫下 罵她 雖然她一直忍她丈夫 對她丈夫好 但丈夫也是這樣對她的時候 其實這個很明顯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她的感受呢 你想想如果你是她 你會有什麼感受呢 一定是不開心 委屈 做了這麼多都是沒有用 但我們可以說些什麼呢 真的很辛苦 很不開心 好像沒有出路 不知怎麼辦 這都是她會面對的事情 我們就可以回應她 我知道是很辛苦的 這是第一步 回應她的感受之後 我們怎樣引導她 在這個情況 假設她所說的是真實 這樣的時候 我們是引導她做什麼 這是策略 因為我們說到第七 探討處理方法 第六 分析情況 這個情況 其實一個關係 可以有幾個情況 一個情況 就是她丈夫健康的問題 第二個情況 就是她丈夫 跟她相處的情況 另一個就是她本人 她想出外面去逛逛 比如散立心 我們可以幾種情況都需要 其實每一個人 在一個情況都有幾種需要 我們就要看一下 我們現在想去哪個位 我會這樣回應 她本人的感覺是第一 為什麼呢 她先搞定她自己 才搞定人 她第一搞定她自己 她怎樣可以平安興省 當然在未信耶穌的人 當中 她不是想到耶穌的幫助 她只能疏導她 如何鬆一點 但是在信耶穌的人 我們就可以引導她 怎樣 引導她知道 我知道你辛苦 在這樣的情況 這麼不開心 你會不會想找出爐呢 可以鬆一點 她當然會想 當然想 你有沒有試過什麼方法呢 她說 我試過怎樣 但也不太行 問她行不行 然後就可以問她 你覺得耶穌會幫到你呢 這樣就引導她去找這個位 如果你信了一個同事 還未信耶穌 你覺得她這樣的情況 就是她被丈夫這樣傷害 這樣的時候 我們回應了感受之後 我們都去拆解 拆解 聆聽更多 了解更多 這裡需要了解 回應了感受要了解 了解 到底丈夫是否經常都是這樣的呢 是否病了之後才是這樣的呢 這個有分別的 她之前不是這樣的 病了之後才是這樣的 就是說她的病令她的情緒惡化 她不懂得處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引導她去看褻丈夫 她看褻丈夫就沒有那麼激氣 人們看褻了對方 她現在病了 很辛苦了 所以她容易發脾氣 所以我們沒有那麼介意她發脾氣 因為她病了 我們就去了解那個情況 了解之後 就引導她怎樣去處理 就是說她受傷害 然後也可以引導她怎樣她的情緒得釋放 譬如她未信耶穌 她去找外面的活動 可以去逛逛 有些她開心的事情 如果她願意信耶穌 或者她願意聽 我們都可以說 我都試過很煩惱的 最好形容一下自己怎樣煩惱 重到睡覺都會想起很不開心 我收藥時頂著 喊著很不開心 吃飯都沒有心機 看到人都不想說話 即是來形容給她聽 她就感覺到那種感覺 但又不用說說 說到哪一個人來 阿甲和阿月阿炳 阿丁做什麼什麼 她就很複雜 不用說那麼多故事 只是很簡單說到 有人對我做的事 我就說 頂著很辛苦 她可能會問你 你後來怎樣 我後來真的 祈禱之後她人鬆了 她可能會引起她的興趣 就引導她怎樣 去耶穌會得到幫助 即是我們的策略 到底我們先幫到她的情緒 因為幫她 情緒可能也會想起 接受她丈夫的情況 所以接受她丈夫的情況 也會讓她的心部 背著那麼重 所以這個是可以有這些 待會你可以操練一下 嘗試操練這個情況 再想一下 即我們有策略 我再說一次 這個人的策略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第一 怎樣回應她的感覺 這個是第一 處理她的情緒 讓她有力量 然後怎樣去接納她丈夫 以至她丈夫會鬆一點 其實她丈夫是辛苦的 她也可以有方法幫她丈夫 譬如她說 我知道你病得很辛苦 又很不開心 所以有時你都會有些懶惰 不要用字眼變差 她怎麼會 罵到我一隻狗 她又會變成不開心 但我知道有時會影響你的情緒 我都關心你 我知道是這樣的 我接納你是這樣的 這樣丈夫會鬆一點 即是在一個人很懶惰的時候 接納她的丈夫就會鬆一點 並且都可以想一下 有什麼方法幫她丈夫 心情好一點 這些是令她幫助 即是說 其實幫一個情況 可以有很多方面去幫 我們就想 哪方面我們去幫 所以是需要智慧的 然後就探討處理方法 和步驟 什麼步驟先 一步步 走到哪裡 然後你回家做什麼 然後下次回應 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大家會容易記得 再提醒下面那裡 不要做什麼 不要做什麼一起讀 不要定罪 可引導知罪 不要快教導 逐步引導 引導人 自我負責 何有動力去改 這要說到什麼 就是不要定人的罪 在過程中不要定他的罪 但是可以引導他知道他的罪 即是問他 你覺得你和丈夫之間 有時候 有時候 比如說 吵架怎麼發生 有時候 有時候 你受影響 你又會怎麼做 譬如說 我受影響 我就發脾氣 我就生氣 我們了解 過程中有什麼發生 就是引導他 讓他知道 他也有做錯 就不要那麼快教導 但是逐步引導 他知道那個問題 還有引導人 自我負責 為什麼叫自我負責呢 就不是說 我不開心 因為我丈夫 一部分是 另一部分是 我要負責回我的部分 就是我 怎樣學習我丈夫不好 我都可以有平安 輕省的 還有有動力去改 那我都覺得 人最難 其中一最難 就是不肯改 即是他壞 我就懶他 我就生氣他 我以後都生氣他 我不會改的 即是他沒有想到改 他沒有想到改的 這個可能性 他只想到 那他不好當然是生氣 那還有什麼其他選擇 就是這個是一個謊 很多人覺得不好 人就要生氣 所以我們就要引導他 自我負責 即是說 好了 這件事他雖然不好 你覺得你可不可以有方法 自己開心 這是引導的 你可不可以開心 是不是他不好 你一定不開心 可能他都說 是的 他不好 那為什麼可以開心 我們都可以逐步引導 你以為有很多開心的太太們 那是太太 是不是個個丈夫一定很好 有沒有那些丈夫不好 她都這麼開心 她怎樣的方法開心 那你就引導她自己自我負責 還有她有動力去改 有些什麼 說話的方式 因為人改了 她對人好些 她就能夠更加影響她的家人 她又負責她就改變了家人 但她負責她就改變了家人 但她負責她就改變了家人 OK 那這些方法就不是很複雜 對 你想 很多時候那些人不是想 他自己改下去 他改我就改 是的 那你怎樣引導她 他說她的平息 她不敢做我就改 所以她這樣做我就改 所以她這樣做我就改 你覺得可以做些什麼 令到她會有些轉變 即是怎樣可以做 可以做些什麼的方法 可以嗎 可以的 可以的 即是你可以 即是說 即是你的問題 就是如果有人說她錯 不是我錯 在這些情況 其實 像你說那個 有什麼辦法令你開心一點 那她說 分開吧 分開就最開心 那你不會說 你剛才說 有什麼辦法 你可以令自己開心一點 或者你講話 你才會影響到那個人 那她的內閣就是分開 不要 還是最好去消失香 乃遲 OK 凡人說一個提議 我們就可以反問 那你覺得分手 是否就是解決一切的方法 那你喜不喜歡分手 你覺得分手對你和他有什麼影響 對兒子有什麼影響 這些可以引發他的思想 就是我們 譬如說 譬如說 全部她錯了 是這樣的 那你會不會 就是我們 看每一個情況 你會不會真的分手 你就以後都不理她 以後她是這樣的呢 那有時候 我們也引導那個人負責 譬如說 你覺得 她這麼多年都這麼不開心 那她可哪會否改了呢